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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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在法语当中是象征的意思 也是符号的意思 那么象征主义诗歌 它之所以成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 叫现代主义的不是开创的鼻祖 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发源于象征主义 就是它理解的现实 真实 是和传统的真实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首诗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首诗是波德莱尔的一首诗叫 Legore Expondance 就是硬核 代网书先生翻译成硬核 有的人翻译成感应 有的人翻译成通感 但是通感和感应都不完全 代网书先生翻译成硬核 也就是说 当人的心灵来到这个世界上 跟周围的世界产生一种碰撞 通过这种碰撞 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个世界既不是现实世界 也不是心灵的世界 而是一种感应 就好像一对情侣 他们擦肩而过 回头看一眼 整个世界就变了 那一刹那就叫硬核 就叫感应 而不是说 我回去了解一下 这个人的背景 客观描述一下 不是这样 这个硬核这首诗呢 是特别重要 一首十四行诗 波德莱尔有一个观点 他说 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啊 可以是一首十四行诗 所以这一首十四行诗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 就是象征主义的宣言 他说自然是一座庙宇 那儿有活的柱子 不时地发出 含混不清的语音 行人经过这里 穿过象征的森林 总感觉森林 那亲切的注视 仿佛远远传来的 悠长回音 渗入浩瀚而幽暗的和谐 色彩有如光明 亦如黑夜 声音芬芳和色彩 交相感应 仿佛无限事物般 扩展飞扬 渗入虎泊 色香 安息香和乳香 歌唱着感官和心灵的 回旋激道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中间还有一段忧入 叫什么 柔和好似铜管 碧律形同牧场 有些芬芳如婴儿的肌肤 柔和好似铜管 碧律形同牧场 另一些腐朽茂盛 得意洋洋 芬芳好像婴儿的肌肤 柔和好似铜管 碧律形同牧场 另一些腐朽茂盛 得意洋洋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古文当中 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呀 红杏枝头春意闹 闹 这个闹子是一种声音 春意怎么会有一种声音呢 这是一种通感 就是我们能看见芳香 听见颜色 感觉到 用舌头能够感觉到 一种音响 所以这就叫通感 波德莱尔认为 自然是一个森林 这里面有活的柱子 人在里面会感觉到森林 亲切的注视 简而言之 万物有灵 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 自然彼此之间 都有一种感应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 我们的古诗 感时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 其实这不是一个客观描述 感时花见泪 花本身流了泪水 你感动了 本身是你跟花的感应 并不是对花的客观描述 恨别鸟精心 你离别了 听见鸟叫都觉得 惊心动魄 那么这本身不是一个客观描述 所以这种客观描述 这个时代我认为很辉煌 但是应该结束了 我们年轻人 我们人大好不容易有个话剧团 我建议了他们十几年了 他们还没有创作 所以我很失望 所以很失望 大家都愿意表演 表演是一种有形的东西 这种灵魂的东西 一种创造呢 怎么解释呢 我跟大家用一个 波德莱尔的一个散文试 我们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描述一个情人的头发 那么情人的头发 怎么来描述呢 波德莱尔是这么来描述的 他说 让我长久的 长久的纹着你的头发吧 让我把整个脸埋在里面 就像一个干渴的人 把头埋进泉水 让我用手抚摸你的头发吧 如同挥舞着一方 芳香的手卷 让回忆在空中飘荡 如果你能知道 你头发中 我所看见的一切 感到的一切 和听到的一切 我的心灵在香气上漫游 就像别人的心 陶醉在音乐之中 你的头发里 藏着整整一个梦 到处是白帆 到处是桅杆 这里有浩瀚的海洋 大阳上的季风 吹动着我 奔向令人心最神迷的地方 那里的天空更加湛蓝 更加高远 那里的空气 浸透了果实 树叶和人体的芬芳 在你密发的海洋里 我瞥见一个小岗 充满了哀伤的歌声 拥挤着各民族强壮的汉子 在永远的炎热笼罩着的广阔天空下 各式各样的船停泊在那儿 显示出精致而复杂的构造 啊 抚摸着你浓密的长发 我又感觉到长久的忧郁和寂寞 美丽的船儿在水波上轻轻荡悠着 船舱里我久久地坐在沙发上 一边是几盆花 另一边是几只凉水壶 在你这炉火般炙热的头发中 我又呼吸到 参有糖和鸦片的烟草的气息 在你的头发的静夜里 我看见了热带蓝色天空在闪耀 在你毛茸茸的头发的海滩上 我又沉醉在薄油色香 和可可油混合的气息当中 让我长久地闲着你乌黑粗大的辫子吧 当我轻轻阻折着你 倔强地富有弹性的头发时 我仿佛在吞噬着回忆 我们看这是波德莱尔 他在情人头发里看见的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 如果我们做客观描述的话 我们把头埋在情人的头发里 什么也看不见 是不是 什么也看不见 可是波德莱尔看见了那么多 我们刚才已经 不光是看见了 他还呼吸到了 他还感知到了 他整个的世界被打开了 这就叫自然是一座庙宇 那儿有活的柱子 不时地发出寒吻不清的语音 就是说人与万物之间 人心如果打开了的话 与万物之间会有一种感应 那么与万物之间有一种感应 它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 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这个真实的世界 和我们客观的 每一个人都看到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 我再举一个戏剧上的例子 法国有一个作家 叫做阿尔夫莱德亚里 叫做亚里 阿尔夫莱德亚里 他写过《乌布王》 我翻译过他的《乌布王》 还有一部作品叫做《阳台》 这个《阳台》原来中戏演过 但是他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没有从法文翻译过来 我原来翻译过这个作品 好几年以前了 这个《阳台》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这个《阳台》啊 它说的是一个妓院里面的故事 但是这个妓院啊 不是通常传统意义上的妓院 它不是女人出卖肉体 而是一个精神上的 这个阿尔夫莱德亚里 他创造的一个妓院 什么样一个妓院呢 也就是比如说 来了一个客人 他要当主教 他就穿上主教的服装 给他提供主教的服装 然后呢 这个妓女呢 就当小偷 被他审问 在他面前忏悔 这个说我干了坏事 当成一个罪人 在他面前忏悔 我干了什么坏事啊 我要向神忏悔啊 然后这个主教就说 啊 我以主的名义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来了一个客人 又要当法官 当法官 这个人就扮演一个罪犯 来了一个客人 要当军官 要当这个将领 在这个原野上驰骋 打着这个肾脏 要去冲锋陷阵 而这个妓女呢 就当他的战马 他骑着这个战马 纵横驰骋 然后呢 整个这个妓院呢 有一个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 跟这个妓院老板 两个人在谈论这个事件 而周围枪身大作 革命了 暴动了 已经包围了这个妓院 妓院里面的人 人心惶惶 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还是要 来满足 他们的这个欲望 这个阿勒弗海德·扎里 这个人啊 他自己就是一个弃儿 小时候被家庭抛弃了以后 从小就是在罪犯当中长大 经常偷东西啊 他在坐过好多次牢啊 这个周围近视接触到的 小偷啊 妓女啊 这个社会底层的人 他被关起来的时候 这个萨特就是这个存在主义的 创始人 这个让保罗萨特还写了 联名写了很多写信给政府啊 要求释放他 这是一个文学家 戏剧家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阳台 在现实当中 没这回事 没有这样一个机缘 就是这是他发明创造的一个机缘 但是转念一想 在现实生活当中 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阳台吗 那些法官 那些军官 那些主教 不就是披上衣服 就是一个客人 脱了衣服都一样吗 所以这个亚里啊 他非常凶狠 他非常犀利 他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一个现实 但是他把这个现实 写到一个妓院当中 也就是你们看看你们这些人 多么的肮脏 虚伪 现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难道那些将军 不就是这些 现实当中的那些真实的 所谓的将军啊 主教啊 这些警察局长啊 这些法官啊 不就和这个阳台里面的客人一样吗 穿起衣服装模作样 扒了衣服 还是 一个 客人而已 这个 尤其是这个 这个阳台当中有个细节 哎 到时间了 到时间了 好了好了 赶紧了 你别废话了 把衣服脱下来吧 哎呦 他说哎呀 那再 再我加点钱 再给我一点时间 他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个 阿尔伦埃德·扎里亚 他用这个阳台 来比喻现实 我举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这是一种创造 现实当中没这回事 它并不是单纯的反映一个 一个茶馆啊 或者一个现实 我不是说我们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好 我更不是说法国的东西比我们中国的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一个阶段 有一个阶段的作品 我们在这个年代 怎么还在 这个 演高尔基呢 演这个老舍呢 应该有自己的作品 应该有自己的作品 我在前一阵 他们让我去讲这个红与黑 我就讲了一段 结果被他们 这个删掉了 我把这个 这段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 这个革命嘛 革命有 两种 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革命 我们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 我们学这个高尔基的 在苍茫的大海上 风聚集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在暴风里面 一会儿翅膀碰着乌云 一会儿剑一般的 走从下 最后我们听得 都吓人了 一到朗诵比赛 这个教室里 在苍茫的大海上 那个教室里说 风聚集着乌云 都是这样的朗诵 所以害得我们 现在一提革命 就想到闪电 就想到海燕 去都去不掉 这个概念 那么后来 我就发现 我讲到红与黑的时候 我再看红与黑的时候 红与黑当中 这个鱼帘 它也是 黑色的闪电 但是这个黑色的闪电 不是说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在这个苍茫的大海上 它是在桌子下面的闪电 它握住了 德里纳夫人的手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闪电 它这个手 才像一条蛇出击了 它这个革命了 这个革命 它不是在表面上 它是在生活当中 它是在生活的 不经意当中的 细节当中的 我觉得革命啊 我们从文学上来看啊 不是一种概念 应该画在生活当中 从那个苍茫的大海上的 一个海燕 在暴风雨当中飞翔 还不如写成这个鱼帘 在桌子下面 餐桌下面 握住了德里纳夫人的手 这才是革命啊 这才是黑色的闪电 在桌子底下 这个闪电 我这样讲 它们不同意 后来就删掉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种真实啊 应该画开 就是不是一个客观 世界的所谓的描摹 不是描写 要反描写 要反描写 我自己得意的一段反描写 原来我跟我的朋友 在这个旅途当中说 人们描述 我们反描写 人们描写 我们反描写 那么我们就要用 反描写的句式 来记录我们的旅途 我自己很得意 我就有一次 在这个 我不知道跟大家提到过没有 我有一次跟我的朋友 我第一次上路 年纪很轻 在这个遵义 我们把钱都用完了 就没地方住了 就住在马路上 坐在马路边 然后就是 也没 没办法睡觉 有车水 地很硬又很凉 当时我们就打开日记本 在那个路灯下面就写 那个时候就有灵感 就是说 我记得我们当时做这种反描写的尝试 我记得我写了这样子 就记录我们当时的一段旅途 我说冷啊 饿啊 想啊 盼啊 天就是不亮 对于露宿街头的人来说 最可怕的是月光 今夜的月光太满 溢出来露进白天 昼夜连成一片 行李趴在我们的背上熟睡 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好梦 而我们的疲惫无家可归 这是我当时上路的时候写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客观地描述的话 就说 天黑了 我们还在马路上 无家可归 月亮落下去 太阳升起来 我们疲倦地走在大街上 不是这样 就是说 当时的感受吧 好像用心碰到了什么 这个用心碰到了什么 它产生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行李趴在我们的背上熟睡 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好梦 而我们的疲惫无家可归 也就是行李啊 它像一个孩子一样 在你背上睡着了 就是他也活了 就像我自己带着这个小孩玩 一个孩子三岁了 他这个荡秋千 荡完秋千 他就说秋千再见 我就不知道 他说秋千再见 我没有教他说秋千再见 在他眼里面 秋千是个活的东西 他的世界是新奇的 就是文学上讲的一个所谓的陌生话 就是他们用一个 就是我们要用一种陌生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看到的世界 跟周围的人 尤其是跟前辈的文学家 看到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没有创造力 我们要有一种陌生的眼光 好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世界 你永远保持这种新鲜的感受 你就有创造力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到一个地方 我第一次来到美国 我第一次到欧洲 或者我第一次进人民大学 我第一次的感觉 就有一种陌生 就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 我说这个孩子 三岁的孩子上药儿园 上药儿园 他第一次出门 上了药儿园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就很兴奋 他上了药儿园了 他走在路上 坐在车上 他就问我 他看见街上所有的房子说 这是什么药儿园啊 那是什么药儿园啊 你想不到吧 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药儿园 这是什么药儿园啊 我一看 那个中学 叫做阳京中学 我说这是阳京中学药儿园啊 这是什么什么大厦药儿园啊 他就是这样 哦 他这是药儿园 这种东西 我们想也想不到 因为他只去过药儿园 他就说这是什么药园啊 那是什么药园啊 好了 这种陌生化的感觉吧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 但是久而久之 我们没有了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丢失了 这种新奇的感受 这种陌生的感受 是什么药园啊 这种陌生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